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社区 也是三民区的港东礼 欢迎里长张世贤 张里长您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三民区港东礼 我张里长 是 欢迎里长 里长非常的高帅 对 那在和里长聊我们的这个港东礼之前 港东社区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Messie 里长服务处墙上挂满大小奖状 有市政府和内政部颁的奖 全部都是肯定里长协助治安寻守事迹 说到守护里民的身家财产安全 里长就相当热心 他是三民区港东礼的里长张世贤 也是里民口中的治安里长 不管是家中东西失窃 还是发现可疑人物 只要通报里长 就可以向报案后获得安心 里长很严慎的啊 都有孙乐啊 都有孙乐啊 很好啊 是 如果说这里发现柴桃的时候 你都会把里长搭 对啊 上街边也很好搭 很好同地的 很安心的 对 但是有啦 有柴桃兵人的 顺序的那个 晚上有那个神秀队的 他也是都里长在的 在的那个照顾 里长都拍得很好 所以不像说柴桃是有的 但是比较少了 由于港东里内景临菜市场 出入分子复杂 常有可疑车辆出现 里长经常利用时间巡视里内的巷道 或是在夜间和巡守队加强巡逻 一旦发现可疑车辆 一定会追根究底 几乎失窃机车有 100台里面 差不多只有3 5台没有锁龙头 我们没有锁的 我们把它摸一摸 没有锁龙头的话 我们就看它的钥匙孔 有没有被挖过 如果说很好的话 那个机会就比较少 那如果说有被挖过 这一台是失窃机车的几率就大 我们把那个车牌寄回来 上警政署网站 查窃 失窃 弃机车 如果有李明家办喜事 里长也会提醒小心门户 以免遭到窃贼入侵 就是要从小处观察 发挥几名合作精神 因此港东里只要有张里长 投入打击犯罪的一天 绝不让萧小横行 哇 里长 为什么大家都称呼你为治安里长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治安里长这个名词 是在以前警察局长蔡宜仁的时候 他帮我封的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们里内 真的是协助警方 破获非常多的大案 是 包括抢劫啦 抢劫没汽车啦 是 大小案子 是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常常就是破案 那警察局长常常颁奖 对 所以说他就会觉得说 那还有分局长也常来 是 所以感觉到说 他就说我封我 是 治安里长 都叫我治安里长 是这个样子 那好久了 好久了 是之前的局长 然后现在李明也都叫你治安里长 嗯 李明是没有特别这样叫啦 是说 就是如果找到社区问的话 就会知道是我们的张里长 对 是 而且呢 里长在这个 有听说啦 一个月之内 就是查获了12辆张车 然后呢 还帮这个李明找回失误 怎么这么厉害 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去这个打击犯罪啊 哦 所谓12辆张车是一个月内 那时候是 刚好是那时候 我们守望相处巡索队 那我们守望相处巡索队 那时候大家 非常的积极 不是我一个人找到的 是我们巡索队 晚上在巡逻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去把可疑的车辆 给车牌记下来 那记下来之后 我们会 那时候有在评比一个 就是说在 警政署在评比一个 就是上网 就可以查出张车 好像一个叫什么活动 那我们就很积极的 那也就直接上网 没想到说 我一个月最高 就是12步 哇 在社区当中 对 在我们里内 对 因为我们社区是靠近火车站 对 所以说有时候是 不管是 他是怯盗的 说代步的 反正跟人家乱签来代步 可能丢着 是 丢着人就走了 然后我们就 奇怪的我们就把它抄回来 对 所以里长您和这个你们的巡守队 就是看到有很多车子在那边的时候 其实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练就了 就是能够一眼就辨认这个车子是不是有问题了 对不对 一般它有问题的车子我们稍微一看会 大概会有一点 没目了 对 因为它第一个龙头没有锁 它龙头绝对没有锁 对 第二个就是说它那个钥匙的地方有轿轨的地方 就有破坏的地方 对 所以说我们一看 一般我们 因为只要失窃机车 对 它绝对很少说有龙头又重新锁的 对 因为它没有钥匙 对 那除了说这部机车本身你就是疏忽了 你下车的时候你钥匙没有拿 对对对 被骑走了 这种状况也蛮多的 但是这种就没有比较 它会把 它停了之后又把龙头锁起来 对 机会很少 是 所以观察一些小细节 然后可能之后再去 稍微跟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单位去比对一下资料 我们是直接上网 直接上网去比对 警证书网站就可以查出 只要把那个车号打上去就可以 它就会秀出是不是失窃机车 哇 这个方法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对 那还有帮这个李明找回失误的部分 有没有像是找过什么东西 是曾经印象中 或者是怎么找 找失误是这个样子 找失误是一般都是 我们是协助警方 那有警方积极的来 像譬如说 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个 一个切案就比较 就很好玩 就两年前的这个切案 是 他两年后同一个人又来偷同一个人 结果查到的时候 结果是他同学的先生 是 来偷的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也就 也 也请警方一定要把那个 他也偷了电脑 把电脑 他拿出去哪里卖 从这边来追 是 把他追回来 是 那警察很积极的 我们就把张无能追回来 甚至我们还有抓到说 他窃子来家里窃到 结果偷了之后 到警察局的时候抓到了 他在讲的时候 他把东西拿出来才知道说 哦 哪有金啊 他才想说 我这条金伴人 找几个年都找不到 阿婆说我找几个年都找不到 你一日就找出来 所以说有时候觉得蛮好玩的 那个责真的是很厉害 对 很厉害 嗯 对 个人物品施而复得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会非常的开心 有没有 对里长会更崇拜 哈哈哈 对不对 其实对 这个是警方的也有 对警方 警民合作啦 是 那当然咯 这个之前 我们也有听过这个里长 就是在治安这方面很厉害嘛 所以呢 就有很多相关的这个 表扬的奖状 或是奖牌 里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有哪些单位 曾经对您这个 对这个治安这方面的付出跟贡献 有做过表扬 那这个累积的奖牌跟奖状 到现在有多少了 应该很多 哈哈哈 讲到这个 对 对 我在民国95年的时候 那时候打我们警政署 内政部警政署 也算行政院那时候的苏贞昌院长 举办一个打击犯罪英雄 那时候全国有选出十位 十位 十位里面有四位是警政人员 对 那表扬警政人员里面有四位 六位 有六位是那个就是老百姓 是 那很荣幸 其中一位 我被选上了 那时候到台北那个一个 清庄高中的一个大礼堂颁奖 我吓一跳 我以为说这一次颁奖可能 我那时候还派随护 对 哦 很重视 而且各 那时候的一个颁奖是 各县市警察局长要到 不到的 没有到的话 副局长要代表一定要到 是 那我第一次在这个颁奖场合 看到那么多警政的高官 对 那我一下就 我以为说人很多 会在大礼堂 结果没想到只有十个 非常隆重的一个颁奖仪式 我觉得那时候是 那个内政部长李毅阳 代表 苏贞昌颁奖 是 还有献花圈啊 献什么 我觉得说 真的是蛮大的荣誉 对 给您最大的肯定这样子 是 所以您的这个办公室里面 应该有非常多吧 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奖派跟奖状 很多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 还有 在 97年也 春安工作 荣获高雄 唯一荣获内政部颁奖的 的一个奖项 其他的奖项也蛮多的了 但是就是比较大的这两个奖 对 其他很多非常多 对 累积起来应该有数十啊 甚至 对 超过 我相信白面都有了 对 如果有去过 奖状 对 去过里长的办公室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的墙面 跟这个桌面 都是跟这个治安有关的 这个相关的表扬的奖状 是 那当然了 我们就是要请里长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你刚刚有提过 就是关于就是 你们是在这个车站的附近 那好像有一个菜市场在那边 对那管理治安上面 会不会比较困难一点 为什么呢 我们 我们港东里的位置 刚好是在 建国二路 是 中山路 刚好是火车站 很多人问我说 在哪里最容易的比喻就是说 我们那边就是 统年阿罗哈核心 是 所有的车站都在我里内 真的 对啊 所以说 很容易 统年阿罗哈核心 对 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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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